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夜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1166集,冲。 他望着四周,咬着下唇,脸上露出七彩,在他的四周弥漫了无数凶兽。 这些凶兽咆哮惊天,把他团团围住,那一道道猙獰的目光好似要将他的身体撕碎。 李千玫的原力已然耗尽,丹药也早就用完了,此刻身子虚弱,但却有一股坚定始终弥漫心中,支撑着他。 挣扎到了现在,那金色的笔在他手中啊,画出一个个符文弥漫四周,抵抗凶兽的攻击。 只是随着他越加的虚弱,这符文之力根本就无法对四周的凶兽造成太大伤害。 若非是有一道蓝光弥漫在他实杖外,阻挡凶兽的冲入,恐怕他早就死亡。 只是眼下,那蓝光不断地颤抖,似乎随时都可以崩溃,四周的凶兽咆哮中不断地撞击着那蓝光,越加距离。 更是时而有一道如鞭子般的虚影,破开虚无,在惊天的呼啸之声中来临,狠狠地抽击在蓝光上。 轰的一下,就会使得蓝光颤抖加剧。 有那么一瞬间的小赞,每当这时便会有几只凶兽,破开蓝光来临。 李倩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,才可以将其杀死。 他坚持不住了,体内生机的小赞,原力的耗费,使得他此刻游进灯窟。 就要死去了吗?不知他是否已经苏醒,没有机会去看他一眼,只是,这一切我不后悔。 李倩梅的眼中流下两行泪水,黯淡地望着前方,许久之后慢慢地闭上,等待蓝光崩溃,死亡地来临。 我,我不后悔。 李倩梅难难,但就在他双眼闭上的刹那,却是有一声惊天动地,带着虽千万人无枉以之气息,带着一股颤抖李倩梅心神的长笑,轰然间从远处传来, 使得李倩梅猛地张开双眼,不敢置信地望着那传来声音之处, 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。 只是,这裂缝的天地是紫色的,远远看去更是紫意滔天, 那一道道无形的冰冷气息如同暗流,卷动风云, 使得这片世界也充满了无数不可琢磨的异点。 就在李倩梅眼泪流下,双目睁开,看向那传来笑声之地的刹那, 在其身体蓝光外,那巨大的鞭子虚眼轰然临近,狠狠地抽在了那蓝光上。 蓝光一阵,有了片刻的崩溃,顿时便有树头凶兽咆哮而来,直奔李倩梅而去。 阵阵轰鸣回荡,王林双眼金光猛的一闪,转身直勾勾地看着远处, 他看不到那里的情形,但却可以感受到,在那里有神通波动。 在那里,在这神通波动中,有他熟悉的气息,这气息是李倩梅。 王林心神一阵,毫不犹豫,直奔地传来神通波动之处,疯狂地击齿。 四周的凶兽更是无边无际,不断地冲来。 王林双眼通红,掐绝之下挥舞,天地原力骤然凝聚, 化作一片片轰隆隆的巨像。 在这天地内回荡,一头头凶兽崩溃化作喜悟, 王林的速度越来越快,更是在那上万文兽的环绕下, 使得王林四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杀戮漩涡。 所过之处,再无半只存活凶兽。 死! 王林轰着双眼,疯狂地冲出, 四周凶兽惨叫之声不断地传来, 越加其力。 在这样的杀戮与冲击下, 王林的速度达到了巅峰, 一跃之下便是无尽, 生生地从这被无数凶兽包围的环境下, 杀出了一条血路。 鲜血弥漫,血腥之味更是充斥整个天地, 就连那紫色似乎都被染成了暗红。 以如此之速, 片刻间, 王林距离那传来神通波动之地越来越近, 此刻他已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, 那神通波动内传出的微弱气息, 似乎此时的李倩梅正面临巨大的危险。 低吼中, 王林右手掐掘, 体内原力运转凝聚在手心, 化作一道刺目金光, 这金光冲出直奔上空, 轰然崩溃, 化作一变强光笼罩方圆万里, 使得这漆黑的天地在这一刹那明亮起来。 在这天地明亮的瞬间, 王林看到了一幕, 他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画面, 这画面让他心神俱阵,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, 与天地似乎崩溃的巨大气浪, 更是让他的身子颤抖, 一股至极的疯狂轰然间爆发。 他看到了在前方数千丈外, 无尽的凶兽环绕中,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, 苍白的脸, 蒸蒸地注视着自己, 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。 只是这笑容好似永恒, 在其身体四周有微弱的蓝光, 只是那蓝光外, 却是有一道巨大的鞭子虚影, 呼啸而来, 抽在了蓝光上。 蓝光轰然崩溃, 那鞭子破开了蓝光, 直奔李千梅而去, 一旦这鞭子落下, 李千梅必死无疑。 时间在这一刹那, 好似缓慢下来, 王林在吼声中抬起右手, 神色透出疯狂与争鸣, 向着那数千丈外的巨大鞭影意志, 大喝道, 地! 一股无法形容的规则, 在这一瞬间弥漫天地, 化作无数丝线, 瞬息缠绕在那抽象李千梅的鞭子上。 阵阵碰碰之声回荡, 那鞭子速度略有缓慢, 但却无法被定住。 借着其速度缓慢的瞬间, 王林脑中一片空白, 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救李千梅, 他右脚抬起向前一步迈去, 立刻就有波纹在脚下回荡, 整个人瞬息消失在了原地, 融入虚无, 缩地成寸。 那巨大的鞭子, 蕴含了一股奇异的力量, 似乎连规则都无法将其阻止。 碰碰之声响, 定神术在旗上的神通轰然崩溃, 那鞭子直奔李千梅越来越近, 越来越近。 李千梅无法闪躲与对抗, 此刻的他已然是生机就要灭绝, 游进灯窟, 即便是这鞭子不抽来, 他也断然存活不了太久, 他体内的伤势已然使得原神崩溃, 此刻活着的只有一道, 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志在支撑。 在看到王林的一刻, 李千梅露出了微笑, 他满足了, 可以在临死之时看到王林, 知道王林已经无碍, 已经苏醒, 就足够了。 他很冷, 很累, 更是疲惫不堪, 似乎这十年的岁月, 耗费了他全部的一切, 在这一刻累计中爆发, 要将他淹没了。 那鞭子已然临近, 轰隆隆之下, 李千梅手中的金色柄, 骤然崩溃, 化醉一片金芒散开, 那鞭子虚影向着李千梅身体, 抽击而来。 但就在那鞭子, 在李千梅身体外七寸之时, 却是有一声疯狂的咆哮, 惊天而起, 一只有力的手掌, 凭空出现在李千梅身体外, 一把抓住那虚影鞭子。 王林的身影, 从虚无内踏出, 他全身清惊鼓起, 眼中露出赤红之芒, 站在了李千梅的身前, 他就好似一座大山, 为李千梅阻挡着风雨, 阻挡着生死。 李千梅睁睁地望着王林, 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, 只是其双目却是渐渐地暗淡, 光芒缓缓消散, 在王林右手抓住那鞭子的瞬间, 一股大力轰然传来, 好似数千万马车撞击, 即便是王林也是身子颤抖, 一口鲜血喷出, 但他的身子却是没有后退半步, 因为在他的身后, 有一个他必须要救, 名为李千梅的女子。 王林这一生, 只为王儿做过这一切, 眼下又多了一个让他亏欠太多, 若不去做, 则枉成男儿的女子。 面不争名, 在那大力传来的刹那, 王林体内顿有砰砰之声回荡, 他低吼中右手死死地抓住那鞭子, 更是狠狠地一拽。 眉心骨神星点, 骤然焕晃, 疯狂地旋转, 一股股骨神之力, 刹那间弥漫王林全身, 最终融入其右手。 他身体外, 更有骨神虚影幻化, 随着其拽动, 王林一声惊天低吼, 给我断。 咆哮中了, 那被王林抓住的鞭子, 瞬息又轰鸣回荡, 却是立刻就崩溃, 只是在其崩溃的刹那, 却是有一股疯狂的冲击传来, 直奔, 王林横走。 王林依然没有后退, 在李倩梅的身前, 生生地抵抗住这冲击, 他喷出鲜血, 但双眼却是露出滔天寒光。 不管你是谁, 我不会允许你剥夺这女子的生命。 李倩梅脸上的笑容更加温柔, 他望着王林轻声道, 谢谢你。 说完了这句话, 他的睫毛颤抖, 渐渐地闭上了双眼, 好似沉睡一样, 王林身子一颤, 猛地转身, 右手掐绝不假思索, 在李倩梅身上连点树下, 体内原理流转, 冲入李倩梅体内, 将他体内正在灭绝的一切生机全部封印。 只是这一切, 还是无法使得死期弥漫, 无法阻止那生机的崩溃。 李倩梅的原神依然开始了衰弱, 他的魂魄也出现了患散, 就连身体也都失去了一切光泽, 唯有脸上的笑容成为了王林记忆中的永恒。 不能死, 你不能死。 王林脸上露出悲哀, 他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奈, 再一次有了无力回天的崩溃。 一千多年前, 他就是这样看着一个女子, 在自己怀里老去, 慢慢地死亡, 最终只剩下了躯体与沉睡的魂魄。 一千多年后, 他再次看到了第二个女子, 在自己的面前如花朵般正在快速地凋谢。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, 你是否会记得, 有一个叫做李倩梅的女子, 在你的人生中匆匆走过?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, 希望你可以记得。 王林眼中露出悲哀, 他在这一瞬间想起了李牧婉, 想起了那正在碧天关内残存, 至今没有苏醒的爱人。 这是, 这天地残酷, 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了当年的悲哀。 我不会让你死。 王林说着自己都听不清晰的话, 眼中露出癫狂, 他右手抬起, 向着李倩梅一按, 岁月! 岁月神通轰然焕焕, 那巨大的石门总立在天地之中, 一股沧桑的感觉弥漫无尽, 化作一股岁月的流淌, 笼罩在李倩梅的身体上。 在这一刹那, 他正在快速灭绝的生机, 竟然, 竟然缓慢下来。 只是, 岁月的神通却是不能停止, 一旦停止, 李倩梅的生机就会在极短的时间消散, 从此之后, 天地间或许还有同名叫李倩梅的女子出现, 但任何一个都不再是他。 右手蕴含了岁月神通, 在不断地消耗体内原力下, 他抱着闭上了双眼的李倩梅, 转身看向这漆黑的天地, 眼中露出了滔天的沙气。 而在此刻, 那虚无中轰然就有如雷鸣般的呼啸传出, 却是两道巨大的鞭子虚眼, 骤然出现, 向着王林哼狠地出来。 远处, 无尽的凶兽发出嗜血的咆哮, 向着王林冲来, 更远处还有树枝身子约万丈的巨大凶兽, 看向王林的目光, 胸光闪烁, 这无边无际全部都是凶手。 骤梅, 我带你冲出去。 王林闭上了双眼, 右手放在了眉心, 刹那间, 在其眉心之上就有一道复杂的封印, 禁止闪烁。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命》, 作者尔根, 演播丸子冯宝宝, 后期制作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尽在喜马拉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